第五章 神按照亚当一次过犯审判 按照亚当一次定罪 按照亚当一次吃分别善恶受的果子来定罪 又按照亚当这一次过犯来审判人 我必须知道我将来要受审判 是因着我个人的行为 还是因着亚当这一次的行为 十六节 先看十四节 从十四节先看到十五节 十四节看到第十五节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亡 连那些归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拳下 再没在拳下啊 你不用跟亚当犯一样的罪过 你就跟亚当在一个拳下了 亚当乃是以后要来知人的预像 亚当是那将要来知人就是指基督的预像 等基督没来的时候 他是预像 基督来的时候 这个预像就结束了 预表基督 他预表了耶稣基督那个形象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啊 在这里提到过犯不如恩赐 亚当的过犯 比不上基督给的恩赐他 对不对 这里边说过犯不如恩赐 不如恩赐啊 我犯不如恩赐 什么叫不如啊 比不上 你是中国人 你就懂什么叫不如恩赐 说我不如他长得好看 不如是比不上 是不是啊 我跟不上他长得好 我不像他长得那么漂亮 这叫什么不如 我的个头不如 他长得高 就是比不上的意思 比不上他长得高 那不如恩赐 过犯不如恩赐 现在要求的是 要求叫你高举恩赐 还是高举过犯 哪个大 过犯不如恩赐 这个恩赐 是不是啊 过犯不如恩赐 叫你高举恩赐 还是高举过犯 你只要是中国人 你就知道 哪个重要哪次要 亚当一次过犯 基督在死加上一次死 能不能偿还亚当这一次过犯 能不能 真能假能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你若不能信 再不信的人凡事都不能 神的能 神的神能就能在什么样的人身上 信的人身上 所以 这里面说 过犯不如恩赐 高举的是恩赐 不是高举过犯 所以 今天整个教会中间 高举的是什么 过犯 是不是啊 每一天高举的过犯 因为他不信 耶稣一次就能把亚当 这一次咒读 这一次过犯 就能偿还清 能不能还清 耶稣死一次 还不够亚当 偿还亚当这个过犯吗 亚当给我带着过犯 耶稣一次在死加上死 能不能偿还 能不能 能吗 你信能吗 你若信能就能 你若信不能 在你身上就不能 是不是啊 就一次就成功了 所以这里面说 高举的是恩赐 不是高举过犯 你说注重罪孽呢 主必不听 你实际祷告主都不听 你说注重恩赐呢 你一祷告主就听 你信不信 神不听罪人祷告 神听什么人祷告 一人祷告 一人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罪人祷告一点功效都没有 你给谁祷告之事 都不好使 你信不信 因为你是罪人啊 你罪没解决呀 你罪的功加乃是什么 死啊 你等待的是死啊 等待的是咒读啊 必须解决罪的 把罪解决清楚了 他是义人 对不对 我们看 我们看 何况 还是第十五节下半部 何况神的恩典 恩赐是两个词合在一起的 恩是恩典 赐是赏赐 说何况神的恩典 于那 因耶稣基督 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其不更要 加倍的临到众人 加倍是什么意思 加倍是什么 加倍啊 加多少倍 加倍是什么意思 何况 神的恩典 是不是 与那跟耶稣基督 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其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 加倍是什么意思 我有亚当一个过分 上帝现在给你 多少恩赐 加倍是两个 是不是 一个过分给你两个恩赐 现在你减一下 你懂加减成熟法 你减一下 二减一等多少 现在这个二是恩赐 是不是 是不是恩赐 什么叫加倍 你就清楚 这个是过分 一个过分 和两个恩赐 哪个大 反正两个恩赐减去 一个过分给多少 剩一个 剩一个完整的什么呢 恩赐 现在你活在恩赐里头 是活在过分里头 假如要是两个过分 一个恩赐 坏 把两个过分剪去一个恩赐 剩下一个是完整的过分 对不对 那现在用恩赐 那现在用恩赐两个恩赐减去一个过分剩下的一个是恩赐 所以 恩赐大于什么 哪大哪小 这神说的不是我说的 是不是恩赐大于过分 那我现在 那我现在 我是活在恩赐里的人 我是活在过分里的人 恩赐里的人 恩赐里的人 所以上帝不叫你注重罪孽 为什么 因为注重的是恩赐 人若忽略了救恩 怎能讨罪呢 你今天呢 你要不注重罪孽 人把你能定成异端 你今天注重恩赐的人把你定成异端 你信不信啊 你信不信 你注重 上帝注重的 他就把你定成异端 你要注重我注重的 或者牧师长老 或者哪一个大夫人注重的 保证有人喜欢 你信不信 到特别越到河南越是这样的 到河南那边 你注重罪孽 他骂你八卦怎么弄 他骂你 就说你注重恩赐了 他骂你八卦怎么弄 你要注重罪孽 他说你是真净钱 你真厉害 你真好 你真是属灵 你看他把注重罪孽这件事 当成属灵 上帝叫你注重什么 注重恩赐 他不叫你注重什么 诗篇 我们看 不叫你注重什么 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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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 六十篇 第十八节 十篇 第六十六篇 第十八节 你注重 你心里注重什么 你把脸看中了 你肯定解决不了 罪的问题 你肯定解决不了 罪孽的问题 耶稣就在十架上解决罪的问题 那现在你是注重耶稣的恩赐 还是注重律法的 就是亚当给你带来的罪孽 找到没有 十篇 第六十六篇 十八节 找到吗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啊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他为什么不听呢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第一章 你若注重罪孽 表明你把罪看得比恩赐大了 所以你祷告主 肯定不听 主啊 我祷告怎么不听 来 弟兄怎么帮我祷告 主不听我祷告 有没有人 这样人 有没有 为什么不听 因为他注重的是什么 罪孽 你在罪里在咒诅里头 是不是 你不是这疼就骂疼是吧 你在咒诅里边 你还不知道呢 因为你注重那东西 那东西给你带来咒诅 你跟谁亲近 谁就跟你亲近 你跟鬼亲近 罪是跟鬼亲近 才能得到罪 对不对 跟神亲近得到义 跟鬼亲近得到罪 这两个 你跟谁靠近 谁就跟你做伴 你要哪个 你靠近律法 就靠近咒诅 你靠近恩典 就靠近祝福 你靠近耶稣 就靠近 就靠近永生 你靠近 魔鬼 那就靠近永死 你看清楚了 罪是属乎谁的 义是属乎谁的 你看清楚 你注重哪一个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一次一行 能不能偿还 亚当给你带来的罪 你现在是把罪看成重要 还是把义看成重要 上帝叫你 过犯不如恩赐 你说恩赐不如过犯 你现在是反道 你不是反人 对不对 你反的是道 你反道有好处吗 没有好处啊 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你还以为是背十字架呢 现在你注重的 不是上帝注重的 上帝告诉他 你若注重 我若注重罪念 独臂不听啊 因为你注重罪念 罪看重要了 你搞到才也不听 是不是 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处理这个问题 先把你的罪拿下 你祷告才能亨通 我们看 诗篇底 不是诗篇 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七十七节 人是先把罪处理掉 人是先把罪处理掉再明白救恩 还是明白救恩以后处理罪的 看好了 这是圣经主的话 我是罪得赦免以后能明白救恩的 我还是 我有罪就能明白救恩 七十七节 这是希希约翰 这是撒加利亚的预言 撒加利亚的预言 就是希希约翰他爸爸 撒加利亚的预言 我们看七十七节 叫他的百姓 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了 是先罪得赦 后知道救恩 还是先知道救恩 后罪得赦 看好了 为什么 不叫你注重罪 不叫你注重罪 耶稣在死的架上 完全可以处理 亚当给你带来的咒诅和罪念 等把你这罪念给你处理完了 赦免了以后了 你没有罪了 你才能知道救恩 是不是 你无罪了才能知道救恩 你还有罪了怎么知道救恩 那罪是拦阻 那罪是你明白上帝救恩的一个拦阻 必须把这个拦阻 这个核墙打开了 你才能知道 耶稣死的时候 那个漫障从上列到下边 从中间列为两半 表明圣所和至圣所 同没同 原来圣所和至圣所是 用漫障隔开的 表明神和人中间有隔阂 是不是 因为什么隔阂的 因为罪 耶稣死的时候 漫障从上列到下边 是不是 从上就列下来 神和人 这个圣所和至圣所 变成几个了 以代表神人和好 和一了 为什么和一 耶稣在十架上 处理完了什么 罪 耶稣处理了罪 在十架上代替你的罪 把罪揽到他一个人身上去了 我今天的信怎么信 亚当给我带来罪 耶稣给我除掉罪的 就这么信 好不好 不是我自己除掉罪的 是耶稣代替我除掉罪的 好不好 有的罪需要止住 罪惑需要止住 罪孽需要赎禁 罪恶需要除掉 才能引尽永义呢 你才能成为义人呢 这是单一礼书说的 是不是 基督既在入身受苦 我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思 做了兵器 因为在入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这个罪是需要跟他断的 是不是 跟主连 跟罪断 跟主连 好不好 罪不断 你没办法跟主连 是不是 你罪不断 原因是因为你今天没信 你没跟罪断 对不对 没止住 罪在你上没止住 原因是因为 耶稣做什么救 你没信 耶稣在实际上洗净 人的罪 洗净所有人的罪 谁信了 必须借着信 才能洗净 他洗净你的罪 我必须借着信 来接受他洗净这件事 不然我就被定罪 定什么罪 你不信耶稣洗净 你罪的这个罪 这个罪是最可怕的罪 耶稣洗净了 你信不信 亚当一次把过犯 带到人间了 耶稣上死的家就一次就能把他除掉 你信不信 信 你信 这就叫过犯不如什么 恩赐 注重耶稣的恩赐 要比注重过犯还要重 好不好 恩赐大于过犯 不要叫过犯大于恩赐 好不好 人总觉得这罪恶总在我身上 总冲不掉了 你看 是不是 因为你没信 所以过犯就跟着你 你没有信救恩 所以鬼就跟着你 对不对 你虽然信耶稣了 有的人都没脱离鬼的 全是上 第一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天下归向神 又因信主 德蒙社会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得什么 基因 那眼睛没得开 他就不能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他眼睛瞎的 能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吗 能不能从撒旦全下归向神 你现在在谁的全下 什么样的人在撒旦全下 在罪恶里的人在谁的全下 在摩鲁的全下 在义里的人在谁的全下 神是属的义里 你住在基督耶稣里 你就脱离他的全下 神今天设立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基督礼 好不好 你不要靠肉体成义 你必须住进基督礼成义 神的义不在肉体里 在基督礼 好不好 你不在基督礼 你想要成义 可能不可能 你上轨道了 你是不是上轨道了 要靠肉体成义 能成义吗 魔鬼今天就要叫你靠肉体成义 一靠肉体成义 你肯定失败 对不对 亚当这个罪我必须把它解决了 下面的罪还能解决 因为圣经有方法 有没有方法 有方法 好 咱们看 诗篇 百姓因罪得赦 叫他的百姓先因罪得赦 知道救恩 因为罪得赦了 所以知道救恩 因为所以 你们念没任何小学 照没照过句子 照过句子 你用因为所以来给我照个句子来 因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因为罪得赦 所以知道救恩 是不是因为缩急 我为什么知道救恩的 因为没罪了 对 因为没罪了 所以知道救恩了 这罪是我 我板住了 我不犯了 我守住了 我憋好了 我肉体憋好了 不犯了 还是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的死 赦去了我的罪 这罪是我处理的 是基督处理的 那么今天我要好好板住 别犯罪啊 你这人已经在撒旦拳下了 你不能不犯罪 你不犯罪 你憋这么多年 憋住了没有 没憋住 板住了没有 守住了没有 控制住了没有 你没控住 没控住 明天还这么控制 后天还这么控制 就想用控制的方法 不犯罪 对吗 对不对 你这种方法本身是错误的 你用错了方法 就中鬼 上鬼的葬了 是不是 买鬼八个代 你靠肉体成全 你板住 你守住 你别犯了 是不是 你约是这样想 你别犯了 因为人肉体软弱 不能不犯 我今天如果能 能不犯 耶稣还用为我死吗 就没有必要了 耶稣死 耶稣活着死 就是把我从这里输出来 不叫我靠自己 靠虚弱绑壁了 要靠信心 是不是 信 他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 他的人 所以已经定了 因为你不信的 你要靠守望 所以被定罪的 亚当要自己 知道善恶呀 不要神了 不要恩典了 所以从恩典中坠落了 给他住出一点点 是不是 亚当是不是 自己要知道善恶了 善恶说 你不能知道善恶 你知道善恶 你得死的 你不知道善恶 你光着定的 没人笑过你 你看不着 你自己吃神漏地 等你吃了分别善恶 我马上知道 自己是吃神漏地 你马上就死 是不是 律法是叫人罪 你要没有律法的 你就不知道 什么叫罪的 你就不至于死 你要有了律法的 你就至于死 所以 有律法的 就是至于死的罪 没有律法的 就是不至于死的罪 没有律法 有罪也是 不至于死的罪 我今天要 哪个罪 哪个罪都不要 是不是 只要是罪就不要 好不好 所以 所以有至于死的罪 有不至于死的罪 这个罪 解决了 解决了 你正是从前约 进到新约 你要没解决 亚当 亚当是前约 耶稣赎 不是赎你今天 肉体上的罪 而是赎前约的罪 你信吗 耶稣上死架 他赎是赎哪个罪 《西伯来书》 第九章十五节 九章十五节 耶稣赎什么罪 是赎我今天犯出什么罪的吗 是赎我打孩子的罪的吗 不是的 他赎前约的罪啊 赎约谁犯的 亚当犯的 我跟借光那个罪 那今天赎罪的人 都赎哪个罪 赎新约 我今天肉体转弱了 我怎么犯的罪 是不是 都这么赎 正好把上帝的赎 赎这个赎罪记 往哪放了 往肉体上放 坏了 整个教会都记住 撒旦拳刀了 因为耶稣这个赎罪记 赎的不是新约的罪 因为新约没有罪 只有前约有罪 是不是 对不对 这罪是因为亚当带来 是前约亚当带来的罪 不是我的罪 神跟我立约的时候 也没有用行为立约 乃是用耶稣的血立约的 是不是 你看耶稣立约 这是我立约的血 是不是这么说的 这是永远的约 没提到你过犯的问题 耶稣立约的时候 从来没提过犯的问题 提到你今天肉体 好 我就给你永生 肉体不好 我就不给你永生 这是换的 这不是信的 换救恩 能不能换来 换不来的 你换太阳光出来 是你换的吗 空气你换的吗 雨露是你换的吗 不都白白给的吗 不都神的恩典吗 对不对 那么今天不要恩典了 我要什么 我要自己换 行不行 好咱们看这一节经文 十五节 为此他做了新约的重宝 他是新约的重宝 受死赎 不是赎新约 是赎约 谁都读这经文 谁都不注意 都没读这经文 读了 不注意 他受死赎的是前约 注意看 前约之时 所犯的罪过 前约是哪约 旧约 旧约完美出生呢 那谁犯的 亚当犯的 记住了没有 他受死不是赎新约 因为新约不需要赎 他受死是赎 前约亚当给我带来的罪 对不对 看好了这节经文 是不是这么说的 还是我编的 耶稣受死赎什么 说前约之时 亚当跟上帝立约他违约了 就受死就输这件事 当我们今天输哪件事 没管亚当那个约 违约给我带来的那必死的罪 说那该死的罪 那至于死的罪 我没管 我输什么去了 我今天打孩子 说一输一输 耶稣你用保血涂一涂 是不是啊 我今天骂一句孩子 我偷偷都偷肉体上的事 肉体过犯了 肉体连肉体的过犯了 救人连救人的行为是往下脱呀 是俗 脱是俗 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是俗是图 是脱是俗啊 到底俗是 肉体连肉体过犯是俗 心灵是俗 俗是买回来对不对 脱是不要了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 先听思语 同听死家 最先灭约是俗着 这最先都是前约带来 都是雅当给你留下来 是不是啊 新约只有耶稣基督给你这生命 是新约的 听明白吗 这新约是新的 新约新约就是新的 新约耶稣基督给你立的约 就俗了你的灵跟神的灵合一了 不是俗肉 不是你打孩子骂孩子 不是俗这件事 这个不是俗这是俗 你看这单一礼书说得特别清楚 哪个是俗 罪孽是俗 罪货是止住 罪货是除掉 这三个能不能清楚啊 哪个是罪孽 有一个是需要熟的 哪个是熟 罪孽 罪孽是什么 罪恶呢 罪恶是怎么办 罪过呢 罪过是过什么 止 永逸是什么 永逸啊 是永逸 永逸是永逸是不是 都是动词 一个是熟 熟什么呢 熟罪孽 一个是储 储什么呢 储罪孽 一个是止 罪过 过犯那个 过犯是什么 止住了 止是停止 一个基督谱 他停止了 罪 在过犯停止了 怎么停止的 收喜是不是停止了 收喜停不停止 收喜这个罪人死不死 和基督同死了 就脱离着罪过了 是不是 就止住了 不犯了 死了呢 一死人就脱离罪 就不犯了 是不是 有一个罪是罪恶 是需要怎么样 那罪孽 需要熟 熟是买回来 原来我的灵死在肉体中间 这属是罪过 这属是罪孽 罪孽需要什么 熟 熟买 熟是买的意思 我的灵有罪孽了 需要从肉体中间买出来 从撒旦天下买出来 从罪恶里买出来 从世界中间买出来 从黑暗天下买出来 买是熟的意思 是不是熟啊 熟 罪恶就是 罪恶怎么 怎么怎么处 做恶我从前背逆神 不接受神 那个叫罪恶 怎么样 除掉 除是什么 把它跟除了 是不是 还有一个罪货是怎样 止住 止住罪货 最后呢 这些都处理完了 这个止住了 这个除掉了 这个熟禁了 才把什么引进来了 才把勇意引进来了 现在你是义人是罪人 你敢承认吗 你敢承认是义人 谁敢承认自己是义人 没有义人 世上没有义人 有的人就会这么说你啊 有没有义人 世上没有义人 但基督里有义人 肉体行为没有义人 但因信耶稣基督有义人 对不对 因行诚义的 没有 因信诚义的 有义人 对不对 亚伯拉罕是不是 因信诚义的义人 罗得是不是义人 彼得前述说 义人罗得 是不是义人 这罗得那哪是义人呢 罗得还跟自己女儿 生两个孩子呢 是不是义人 你敢承认 你敢不敢承认 罗得是义人 是不是义人 他生孩子是肉体上的过犯 这一刻他是义人 不是义人 没有关系 对不对 亚伯拉罕还撒谎的 自己的明明自己的气质 就愣说是什么 没他 那是不是义人 他嘛 还跟公公行淫的 最后公公给他下了叛语 说什么 他比我更有意义了 是不是义人 是 哪个还撒谎的 明明的两个探子 藏着麻结 他就硬说 帮东走了 是不是撒谎 埃及那两个收生婆 就为耶和华那两个收生婆 一个是赤佛拉 一个是婆 是吧 西伯来的妇人呢 比我们更强壮 我还没能到 他们就临产了 真话是假话 假话 最后耶和华赐没赐福 尤大说的耶稣在科西马尼远了 你们快去抓他吧 真话是假话 真话 中美咒诅 上吊死了 杜夫崩裂 杜长流出来 是不是 听明白吗 你认为那是罪 不一定是罪 你认为那不是罪 不一定不是罪 所以神做事和人不一样 他说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非同你们的意念 是不是 摩西娶了古诗女子 他之前老婆以外 又娶了老婆 是不是 他本身有希伯拉 叶特罗的女儿希伯拉 最后呢 他又娶个古诗黑人 又娶了个古诗女子 米利安起来攻击摩西 上帝帮着米利安是帮助摩西 谁不注重 谁不注重 要跟你的话 你得坐跪着那个屁股去 老高了去认罪道空去 摩西没有认罪道空 树长 这哪有认罪道空那句话呢 有道空吗 那个马葫芦 你怎么道空它 是马葫芦 你信不信 今天人都在那个一个人里道空 不照圣经 照着人间的遗传 圣经有道空这句话吗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今天人都照着这个没有 圣经里没有的话来遵行 遵行谁的旨意 我们一信真道才能重生 雅各说你们一信真道 成成了你们 那你今天道空是真道是假道 那能道空吗 那怎么道空啊 那垃圾桶怎么道空 是什么东西 垃圾桶 那么那个马桶的什么 道空它还是马桶的 它就洗净了 用洗净使用洗它 是马桶的 是不是 能不能当饭盆用 洗净了 别人家的马桶 给你家洗净了 洗干干净净 给你家做饭盆 你要不要 要不要 不要 道空了 它不还是救人吗 上帝今天不是叫你道空 而是 怎么样 孰 孰净 孰净 除 止住 引进永逸 把一个新生命给你啊 好不好 那是新的 不是旧的 不是旧人改良改善啊 而是上帝又给你个新生命 你要不要 你跑一个人就跑到旧人里头去洗呀 去道空呀 你道完了还是旧人 上帝告诉旧人 和旧人的行为不是道空而是脱掉 说没说 说了 你道什么意思啊 那谁给编的能花 编的这个人也够损的了 把弟兄姊们全 全在那道空认清里头了 那能认清吗 世家抢到什么时候认清了 世家抢到上不下乐园 去的 世家抢到有没有道空 我坐来杀人了 我要抢来霸礼了 有没有这么说啊 没有 他就说 我们所受的和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 就这一句话 他说 我们这个肉体啊 坐上杀人 和基督 耶稣同死应当的 相称的 你看他这么信的 那我们今天和基督同死同买仗 对不对 还是倒空留着 把一个旧人倒空完了留着 留着下回再犯罪 犯完罪了再倒空 行不行 不行的 好咱们再看啊 耶稣赎的是什么的罪 前约知识犯的罪 对不对 但我们洗的是什么 我洗的是什么 我洗的是什么 你洗的什么你最知道 对不对 肉体来肉体的邪情私欲 与基督同顶 实际你去洗一洗 神要同顶你不干 你说我洗一洗 洗一洗留着 是不是 留着干什么呢 犯罪干什么呢 你看他整个圣经是翻了盘的 这叫离道返教 跟圣经不是一样 我上个点 就这个上个 上个点 讲的 在腾州讲的就是什么 辨别异端 如何来辨别异端 凡跟神启示的话 不同的都叫异端 意就是不同 对不对 凡跟神启示的话 神末世的话 不同的都叫异端 怎么叫异端 跟神启示的话 跟神启示的话不同的 那就是异端 是不是 上帝叫做熟 是不是 一个是熟 这个罪念是怎样 熟 这个是怎样 除 除就不要了 是不是 这个罪过是止 到死就止住了 对不对 止住罪过 耶稣上死下 能不能止住罪过 耶稣的死 就等于我们死 一人进去 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一死就止住罪过了 是不是 死人不能犯罪 只为止住 你相信 我的救人已经死了吗 我的过犯 已经止住了吗 信不信 信是得着的 就可以得着 没信得着的 就没得着 有的人为什么 信了多少年 有的人信五十年 六十年 你问他 今天你是罪人 还是义人 他不敢承认 他怎么不敢承认 他说 你说吧 我若说我是罪人吧 圣经明说 引信成义了 一人 是不是 你若说我是义人吧 你说我还天天犯罪 所以就不敢咬应 就不敢肯定 他把真理当成事又非 对了 你现在是罪人 是义人 你怎么是义人呢 是我自己自义 还是耶稣基督 在实际上代替我的罪 使我阴信白白的成义 你看 如果你敢这样肯定的话 你就是个义人了 你是什么义人呢 是在基督里的义人 不在肉体里的义人 你肉体 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 和基督一同埋葬了 现在是在基督里 是信在基督里的义人 世界找不到义人 但在基督里有没有义人 有 义人呐 亚伯拉罕是不是义人 是 怎么义的 是靠行为义的 还是因信义的 今天你靠行为 你永远不能成为义人 你小心了 将来地狱是不是你的事 是不是 你是要下地狱是上天堂 你自己先看清楚了 你是信圣经了 还是信老祖宗的遗传 信写一段话 罪没解决 你永远是罪人 罪解决了 你就是义人 是不是 喜庆的人就解决罪了 没喜庆的人 就永远解决不了罪的问题 亚当这个罪必须得解决 这是至于死的罪 这是关乎到你 今天堂下地狱的这个罪 是不是 他影响你进天堂啊 你大孩子不影响你进天堂 你管教孩子 真言书有没有管教孩子 真言书有没有 那怎么一大孩子 开始就批语据道夫认清了 你得看清楚圣经怎么说的 圣经应许我们都是是的 神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因为应许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是灭亡反正永生 这句话谁都会背 是不是 不是灭亡了 你还灭不灭亡呢 最多公家是死 最多公家就灭亡 是不是 那你现在信他了吗 他怎么说 你就怎么信 你是神的孩子 他这么说 你非得反过来 跟他那个道相悖的 那你就得不着永生 你几乎在教会中间 你不过是宗教徒 睡觉徒 糊涂徒 打斗徒 咱反正就不是基督徒 上下睡觉 完了是回去了 噗一下就醒了 一讲完道 噗一下 感觉就整开了 一来一听到了 他就喇咪了 像喝醉酒那种感觉 那就是魔鬼不让你听到 你还不知道吗 魔鬼不让你听到 所以你整个的 那个 整个里面这个生命 都是下沉的 都是沉睡状态 那并不是肉体发困 现在你说 谁家不够睡觉啊 睡觉都 都睡很足的 到这还困 那就说明 鬼不让你听 所以你也不祷告 所以鬼说 再来一会儿啊 嗯 嗯 我叫你睡啊 嗯 睡 睡完了你就上地狱啊 嗯 你别上天堂 嗯 你迷恶啊 嗯 我就迷恶 迷恶 什么迷恶的灵啊 最后就下地狱了 可不可惜了 我还行 想上天堂没上去 最后魔鬼说 咱俩一起一会儿聊 咱俩一会儿多好 我上台你跟我去 你给我做陪葬品 是不是 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 应当明白神的旨意啊 应当趁早睡醒的时候啊 咱们从前那个灵都迷过着 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不对 人说耶稣是诞生的 他就肯定是诞生的 耶稣是诞生的嘛 不是 耶稣是诞生的 耶稣要诞生的坏了 从地里冒出来的 叫诞生 从天上降下来叫降生 对不对 圣经根本就没有记载耶稣诞生了 也没有这话呀 没有 就给整成耶稣诞生了 什么迷恶人啊 那是天主教对耶稣基督的污蔑 把耶稣基督的降生说成是诞生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用这种方法笼络人呢 有的人他宗教徒啊 他一看过节了他就来了 秃点门 是吧 秃点好吃的 秃给个挂茶的 秃给个裤茶的 再弄不好给个碗茶的 给个瓢茶的 就不给好东西 就给这东西 就把你糊弄去了 就为这点东西啊 是不是啊 是 你图这些东西嘛 你先明白救恩 先把自己命保存起来 基督是我们的根 我把命保存在根里 等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好 我们好跟他一同复活 好不好 你别受人骗 上人当了 耶稣诞生的 你诞生的 你那嘴给谁整的 你不是给主整的吗 主没说耶稣是诞生的 他说降世为人的基督 什么降世为人 他是降世 降世从天上来 蛋是从地上冒出来的 蛋是哪个蛋 是不是这个蛋 蛋怎么来 毛泽东可以用蛋尘 事实上 斯大林用蛋尘 基督绝对不能用这个蛋尘 这是污蔑耶稣 这是保定耶稣从天来的 用这一个字来保定耶稣 是降世为人的 这是天主教故意的 天主教为什么 他把玛利亚和耶稣 就当平等了 耶稣听母亲话 所以他在设立这个诞生 玛利路的改教 是把整个的 不属于基督教那些 非真理的东西 教皇 所设的那些调别 把它清除出去 把基督教纯真的 那个因心诚意的理论 而分别出来 今天许多的教会都弄 把耶稣基督弄成一个什么 俊美的 特俊特俊的 手里抱着羊羔 上来屋有一次 那些和大姨呀 转了转了从外面进来 我以为他们 直接问讲他那样 前面放一个耶稣画像 哭咚哭咚哭咚都跪下来 给他对那些 我说你这干什么 我给耶稣跪下 我说哪儿耶稣 我那不吗 那是耶稣吗 那是人画过人造的耶稣 我们所敬拜的是谁 从死人复活 升到高天 坐在父神右边 那位主耶稣基督 能救我们脱离 加来愤怒的耶稣 活着在天上了 不在地上 人画过来 不是说明人比那耶稣还大了 人画过来 耶稣你跪不跪拜 你不跪拜 你跪拜就等于跪拜偶像一样 以色列为什么 领他出埃及地 最后呢 弄来弄去变成拜偶像 因为从埃及地 一出来那仙大人就告诉 耸用那个亚伦 所以你赶紧的造金牛犊 他就真就造了金牛犊 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了 哎呀他你就信了 就去拜那金牛犊去了 真神不拜拜假神 默犊今天在教会也用这种伎俩 许多的人把天主教那些东西 牧师福啊 又是以赋得 就业那种事奉的方法 都又都办回来 他说什么 借鉴嘛 是不是 取人之长 不挤之短嘛 其实他用这种东西吸引人 勾引人 勾引啊 勾引和吸引一不一样 这小女孩长得漂亮 吸引人 是吧 她没有用孤隐的手段 而现在你不去了 不去给你点好的 给你点好吃的 一会儿给你个裤衩子 一会儿再给你来个挂衩子 就吸引你奔着裤衩去的 你奔着挂衩去的 但你根本就丢掉真理了 你对真理根本就不负责任了 你里边接受的不是真理 你接受的非真理 因信真道重生我们 我因信假道能不能重生 不能重生的 这叫死人的 这是最危险的事 信仰越来越混乱 你看整个教会俊仰越来越混乱 混乱到什么程度了 随便得加贴神的话 随便删改神的话 随便得按照我的意思 来改变上帝绝对的真理 把绝对变成相对的 是不是 把真理变成非真理 非真理合乎人情 不合乎真理 是不是 真理不合乎人情 合乎神的真理 对不对 真理是卧室来的 非真理是人编出来的 对不对 言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如果接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绝不绝对 佛教授 你们从南山坡上 我们从北山坡上天 上极乐世界 对不对 道教授 我们靠修炼 在山上修炼 也能成仙得道 也能上天堂 对不对 没有那事 天堂将来只有真正的基督徒 能上天堂 非基督徒 因为天堂是基督掌管的 是不是 只有信基督的人才能上天堂 不信基督的人想上天堂 做梦去吧 他跟鬼跑一起去吧 拜偶像的人还能上天堂 是不是 你必须认认真真 详细地查看这经 比利亚教会 详细地查看这经 要看是与不是啊 详不详细查看 除非那些 西里胡尼 你说是就是 不是也是 就这伙人 睡觉大嘴的人 从来对圣经不在乎的人 对自己生命也不在乎的人 你肯定得不着 因为上帝说 祈求的就得仇 寻找的就寻战 扣门的就向你开门 这个信仰不是开玩笑 别拿信仰当成一种精神寄托 老太太哼哼哑哑 在唱歌上教会里来 我唱歌 看教会里有唱歌的 到那里解决一下精神寄托 是不是啊 如果你这么信 可就完了 有的那大一天呢 一个文化没有 一点文化没有 到教会里一听这道 一下就明白了 哦原来 这才是真道呢 就回归圣经 看圣经怎么说我就信 是不是啊 有的人别人公司说 别去了啊 那一单 还不说一端是一单 这些人吓是吗 那是一单啊 一端我就不去啊 其实说别人是一端那个人 一定是一端的 他不敢来呀 就是那些有没有事的 他不敢来 拿圣经对照来 你要一说拿圣经 他马上就喇咪了 他就迷惑了 他不敢拿圣经 因为他没有圣经 讲一个章节 不解释这种经文 就开始做地上肉体的见证 耶稣来是叫我得肉体好处 还是得生命的 是叫我进天国 还是在地上过好生活 一定要清正处处 明明白白 如果耶稣叫来 在地上过好生活 耶稣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臣民 岂不都拿起刀枪了吗 他不属这世界 别拥戴他在世界上做王 他就可以赞成做王 好叫我们在地上 风风光光的 耶稣不是做这世界上的 是不是 要做这世界的王 他要做将来 新世界的王 好不好 耶稣来不是要做 这个世界的和平军 他说 他是将来的和平军 他说 莫想 我来叫世界太平 我来不是叫世界太平 乃是要叫世界动刀兵 因为世界不动刀兵 你的心就向着这个世界 不想上天堂了 是不是 世界没有危险万壮 你的心就在这世界中间 就享受世界这些物质上的风雨 并不像今天过了 所以耶稣在这个 不住地像那个老鹰似的 用那个翅膀搅动窝 那个櫥啊 那个鹰蜥在那窝里不能够好好的 安稳 叫他爪子抓在那窝蜀上 一脚动 他抓他抓他握住两脑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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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这肌肉就健壮了 最后才能飞翔呢 是不是啊 灾难来到 他不至于被灾难所灭呢 今天主耶稣基督今天也是这样的 叫一切相信他的 他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要要永生 今天得是明天得 现在得是以后得 现在得 别等以后 好不好 现在做神的儿女 是以后做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 是以后是神的儿女 对 现在就是神的儿女 好不好 真信的就是真神的儿女 不信的 来了将来上帝不认他 好不好 就信主的话 主的话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这么说的 那我就这么信 你就是属真理的 要属 是神理就这么说的 在他并没有是而又非的道理 这边说 我们是神的儿女 但是 完了 这但是就完了 也可能是儿女 也可能不是儿女 是不是啊 没有但是 就是 好不好 真儿女 神的儿女 至高无上神的儿女 荣不荣幸 不配 什么不配啊 谁称你是儿女 你真信的就是儿女 什么配不配啊 耶稣什么时候说 我不配做儿女了 我不配做神的儿子 耶稣说实来 我就是神的儿子 他们说 你说健康的话了 他们说你这说不配的话 你这说这夸大的话 你这是太高傲了 能不能说神 耶稣说我真是神的儿子 真的 那你是不是真的呢 他是儿子 你住在他里面 你也是儿子 他不是儿子 你住在他里面 也不是儿子 他是不是儿子 耶稣是儿子 上帝就把你和耶稣基督 绑在一起去 他是儿子 你也是儿子 他得荣耀 你也得荣耀 他上天堂 你也上天堂 他坐在父神右边 你也坐在父神右边 他做王 将来你跟基督一同 行不行 所以这就是保险 你叫你住在基督耶稣 你上不去前 你住在基督 他上天就把你带到天堂里 好不好 他是义人 你就是义人 他无罪的 你就是无罪 在基督里是无罪的 不定罪 因为是无罪的 基督里没有罪 你只有在基督里才无罪 你在亚当里一定会有罪的 但我今天从亚当里跳到基督耶稣里面 不在亚当里 在基督里 是什么人 是不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神只看耶稣不看你 好不好 只看基督 但你现在在基督里 神不看你 只看基督 基督圣洁在基督里都是圣洁 方舟是圣洁 在方舟里就都是圣洁的 在方舟以外 那外面不圣洁 那在方舟以外都不圣洁 解净动物不解净动物都得淹死 对不对 那死是不看你做多少好事 在方舟以外你谁是救人 你别做坏事 一点坏事不做 你死定了你 水火不留情啊 他不应该你做好事 就留着你 不管你淹死啊 因为你做错了一件事 就是拒绝进方舟 是不是 洪水就淹了不进方舟的人 不淹了在方舟里的人 对不对 将来上帝的审判 就不审判在基督耶稣里边的人 就审判在基督以外的人 你在基督以外做多少好事 雷峰的好事 王节的好事 教育录的好事 孔翻身的好事 上帝不算 世界的好事 不是神家的好事 你进方舟这是最好的事 你进到基督里是最好的事 你不在基督耶稣里 将来灭 等灭命的来了 你就是被灭的那个对象 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吗 怎么想好呢 大姨那脸呢 像是魁的 像是魁的 像是魁式的 像是魁像是魁像是什么 像是太阳 你像是谁 像耶稣 像是魁一样 像是魁的脸 因为接受救援的像是魁的 像是魁的 像是太阳 像是我们的光 像是主耶稣基督的真光 你是被释放的感觉 没被释放 你被捆绑的 被捆绑的啥样呢 愁眉苦脸的 是不是 没有喜乐 保罗说 你们要靠主 尝尝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好不好 这喜乐不是装出来的 那个假装喜乐 喜乐那个人呢 他是皮笑若不笑的喜乐 他脸上喜乐了 假装喜乐 你们要靠主 尝尝喜乐 他心里不喜乐 是不是 那个真喜乐的 你们要靠主 尝尝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是心里真喜乐了 是不是 那喜乐的人像 保罗一样 木狗角料带上 他也能喜乐上来 因为他心里不受捆锁 是不是 神的道不受捆锁 他是真喜乐 那假喜乐呢 肉跳心没跳过 肉喜乐心没喜乐 对不对 在情欲里头喜乐 在情感中间喜乐 你说看了电视 别人笑一下 他讲了笑 那种喜乐都是假的 真正的在基督耶稣里 得到救恩那种 基督在我心里 他的平安在我心里 做主那种喜乐 是不是 别人夺不去的喜乐 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平安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是不是 我所赐的平安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真正的从亚当这个捆锁 从亚当这个罪里头出来的人 他真有平安 好不好 行不行 愿意不愿意 愿意 这真的 看啊 咱们看 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第十六节 十六节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刚才我讲 耶稣赎是赎约之时 所犯的罪 对不对 我们现在在新约 但我们的肉体是继承亚当来的 这赎约之时所犯的罪 对不对 耶稣赎约之价 受死 就赎约之时所犯的罪 这人 就包括在亚当的所有的人 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 第十六节 还是第五章 第十六节 罗马书第五章 第十六节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一人是谁 亚当 上帝将来定罪 是按一人定罪 你今天你解决了你个人的罪 还没解决过 但亚当的罪你还没处理 你说你这是一期耶稣信的 你说信的是成功啊 是失败了 一定是失败了 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你看哪个大 又提到不如恩赐了 是不是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将来上帝审判就要按照亚当定罪 你住在亚当里就被定罪 你住在基督里就被成一 圣上就按一人 旧约一人 新约一人 旧约是以亚当为头 新约以谁为头 基督为头 在亚当里就被定罪 就按一人定罪 这两个约 这个是一个旧约的开始 耶稣基督是新约的开始 就按一人定罪 就看你今天在哪里了 你在亚当这一个人 将来你就是被定罪的 你做多少好事都被定罪 你别思想我做点好事 来补满我做的坏事 那是补满不了的 你别思想 那叫什么 慈心妄想 是不是 你不要以为亚当给你这个过犯 不算个什么 这过犯大不大 大能叫人死 耶稣在实际上就输了这个罪 就输亚当这个罪 但今天你就没解决亚当这个罪 表明你在不在救恩里 在不在 耶稣就解决这个问题 就解决前约 亚当犯的罪 但你就没把亚当的罪给解决了 表明你今天 你得不得到救恩 没得到 没得到 你为什么没得到 耶稣讲一句话说什么 在先的讲什么 在后 在后的讲要在先 为什么这么说 在现在你没有去处理亚当这个违约的罪 前约的罪你没解决 因为他受死俗就是俗人在签约 只是说法 犯的罪 你没有相信 你去解决今天 我肉体里有什么过犯了 上帝还有肉体过犯怎么处理 我瞎看 还是在第十六节 十六节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 而什么 什么意思 恩赐 什么叫恩赐呢 国犯不如恩赐 你得怎么 看 注重恩赐呢 啊 真的 国犯不如恩赐就体验在这个地方 你注重的是国犯 注重是恩赐 看你的眼睛往哪边 啊 看你哪个眼睛开的 肉眼开还是牛眼开的 你肉眼开的 你注重肉体的国犯 是不是 肉体里有没有国犯 有 有 有过犯 现在上帝告诉你 过犯不如什么 恩赐 过犯不如恩赐 这个恩赐体验在哪里呢 你怎么知道 过犯不如恩赐呢 如果我把亚当这个 违约这个队解决了 上帝就告诉你 你有许多过犯 我也称你为什么 违约 过犯多不过犯 许多过犯 也什么 也成一 也成一 看好这句话是不是圣经里记载的 有许多过犯 有 过犯恩赐是有什么组合的 什么叫恩赐 恩赐体验在哪里 看好了 往黑板上看 往白板上看 恩赐 是有什么组合的呢 许多都过犯 诚意 诚意 有没有过犯 有过犯神不算你为过犯了 这叫恩赐 对不对 有没有过犯 有过犯了 神不定罪了 这叫恩赐 吃哪里的 不至于死的罪 叫过犯 是不是 当我把这个问题解决 上帝就紧接了 就给你这件事 这是个应许 当我把亚当违约的罪 签约之时 我一亚当犯罪 我就成为罪人 这个罪解决了 上帝就跟你立什么约呢 我不再纠查你们的过犯 跟你们的罪签了 说没说 当我把这个罪 亚当这个违约的罪解决了 你重体验 有许多过犯 上帝说 你只要解决这个 你许多过犯 我也吃你为一 这叫恩赐 把这线隔上 看 格林多后书 第五章 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找到吗 格林多后书 第五章 第十九节 二百零二页 第十九节 看好了 这一节节看 一个字一个字 得来读这一节经文 什么是恩赐 到底什么是恩赐 谁问你 什么是恩赐 你告诉他 我有许多过犯 神不定罪的 他也称我为一 这叫什么 恩赐 对不对 神不定罪的 谁也不敢定罪 是不是 神诚意的 谁也不敢定罪 这罗马书第八章说的 什么是恩赐 十九节 这就是神 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在哪里 不在肉体里 在基督里 是不是 你别试想在肉体里 要与世和好 我现在在基督里 你只要记住基督里 把这个罪解决完了 你就在哪里 基督里 前约那个罪解决了 你就在基督里 前约那个罪没解决 你不在基督里 你不在基督耶稣里 你死定了 因为你解决的 是上帝不叫你解决的 神叫你解决的 你没有解决 好不好 你把这个罪解决了 你在哪里 在基督 你只要在基督耶稣里 神就不将你的过犯 归到你的身上 是你的过犯 也不归给你的 看这一切经文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和好的条件 神和人和好的对点是哪 基督里 神和人恰恰业务的 在哪 神和人立约在哪 神不定罪 在哪里不定罪的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只要你在基督里 那怎么恰恰在基督里 必须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在基督里了 对不对 在基督里 紧接着就说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这是和好条件的 你只要住进基督里 上基就这么宣 就这么向你立约了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的身上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这是真的 你别把神当作杀我们的 你有没有过犯 有 但先决条件是 你在基督里 那么在方舟里人 有没有过犯 有 但先决条件是 他为什么不灭亡了 他住进方舟里 先把生命先保存起来 所以就不灭亡 不管他洁净不洁净 进到方舟里 就都洁净了 不管他洁净不洁净 拒绝进方舟就不洁净的 都得淹死 受伤 就看你在哪里 在基督里就不定罪 不在基督里就被定罪 神要在基督耶稣里 衡量一个人 是否是罪人 是义人 人总是用行为衡量一个人 是罪人 是义人 是不是 人把犯罪这件事 就当行为上的事 神把犯罪这件事 不一定是行为上的事 我拒绝进方舟 我拒绝在基督耶稣里 是不是犯罪 在基督耶稣里 才不被定罪 那我要不在基督耶稣里 是不是被定罪啊 对不对 你看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这是和好的条件 和好的 第一个条件是在基督里 第二条件是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对不对 好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 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 替基督求你们 与神和好 神使得无罪的 括弧里面 无罪不是无罪的 是不知罪的 耶稣是不知罪的 他不是女人的 他不是男人的后裔 男人的后裔是知罪的 是亚当的后代 女人的后代就不知罪的 神使得不知罪的基督 替我们成为罪 基督成罪 你成义 你同不同意 同意 你就从这个罪里出来 基督成罪了 你成义了 成不成义 真成义了 怎么成义的 基督先成罪 我才成义的 基督死叫我 基督被咒诅叫我相福 叫我得福 好不好 基督死叫我生 基督下行间叫我上天堂 好不好 基督做成这么一个 换取的 是不是 代替的 是一个工作 你皆没接受 你若没接受 你应当恐惧 战兴的 好 咱们一同来闭目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感谢你赢得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 使我们今天这群 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 脱离罪恶 脱离死亡 脱离咒诅 脱离撒旦的权势 脱离黑暗的权势 使我们由黑暗 进入光明 从撒旦的权下 归向神 又因信主 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德基业 感谢赞美斯贝拉阿爸父神 感谢你在基督里 捡取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预定捡取了我们 今天在这个世代中间 才显明出来 感谢赞美斯贝拉阿爸父神 感谢你在这里 兴起了你自己的儿女 愿意接待这真道 不把这道看成是人的道 乃是看成是神的道 这道的确是神的道 不是人编出来 乃是神所默示的道 唯独因信真道 才能重生我们 感谢赞美斯贝拉阿爸父神 感谢你在这里 兴起你自己的儿女接待 主你就纪念 接待的家庭 也纪念这里 满一个弟兄姊妹的付出 愿众弟兄姊妹的心灵 得蒙你的保守 在真道上 扎立了我 扎立了主 出去魔鬼 医学的拦阻 把这几天聚会 交在你大郎的手中 求主你按照你自己 能叫万有 归附自己的大能 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 做改变的工作 使他们都能够明白真道 使他们的心窍可以开启 使他们里面的生命 更加的兴旺 听我的祷告 愿感恩送赞荣耀 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 这样的祷告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好